4月30号零时起,北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调整为二级,并调整相应的防控策略。 北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的下调将带来哪些变化?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傅华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, 这意味着北京的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可控,民众的生活秩序可逐步恢复正常。 它刷缴以后,就说明了整个的防控是像一个积极,像好的这样的信号。 那么将为二级以后,那么它的原来的很多的原格的防控处施就会逐步的再放松。 那么现在呢,比如说他们也在低风险地区,回到北京呢,就不要再隔离14天。 市民的很多的活动可能也要慢慢地在逐渐地放松, 比如交通运行的原来管机也要慢慢地在降级的吧。 比如说有些的公共场所,包括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等等一些的场所也慢慢地有序地开放。 傅华表示,随着响应级别下调,复工复产复事将继续稳步推进, 但在此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可能发生的疫情传播风险。 总体来讲,这个风险还是慢慢在越来越低了, 但是呢,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,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, 我们还没有完全知道它各种传播的细节, 特别是对一些无症状的感染者的层次, 不管是北京和其他城市,它这个级别的降了以后, 实际上,他们在这个疫情的, 比如说疫情的防控,比如说你的有关的部门, 这方面的这个险还是不会放下来的。 我觉得目前来讲就是两个, 一个是个人的防护, 还有就是再有一个就是你开放那些场所的主体责任, 但我觉得还是,他们还是应该来做。 应急响应级别的下调, 是否意味着民众的自我防护可逐渐解除。 傅华表示,虽然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, 但传播风险仍然存在, 民众不可完全放松警惕。 疫情没有这个完全的结束, 那么所以下调这个想应级别, 就不等于你取消了防控的措施, 只是防控形势的变化, 对老百姓本身来讲, 那么我觉得不管是哪个级别, 你的自我防护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比如说这个勤洗手, 再有一个就保持社交的距离, 比如说在有可能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, 还需要戴口罩, 比方吃饭的时候要使用供筷供勺等等, 这些是, 我觉得这是好的习惯啊, 这个还是要保持。 傅华同时指出, 自我防控随需坚持, 但也不必太过紧张, 以免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。 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, 但是呢, 也不能够把这根弦蹦得太近, 不能够把它变成恐慌, 和这种的心理的负担。 要这两个方面, 我觉得也要做到一个平衡。 前三个月让大家都宅在家里, 北京嘛, 现在天气也很好, 这个出去走走,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。